啊 怎么样子用心听啊 现在要说明万象是有所还的 见经是无所还的 啊 所以接下去说 今当是你无所还的 啊 我现在要开始你 跟你说明 真心理性是无所还的 现在就是拿见经来讲 也是无所还的 而世间的万象 可以回返到原来的地方的 而现在这个世间万象情况怎么样啊 提出这个万象的这个 这个大致情况来说 我呢 慈大讲堂 动开 东方 日轮升天 这有明邀 中夜黑曰 云雾毁明 这幅分安 富佑之息 这幅见通 前与之间 这幅观勇 分别之处 这幅见远 玩须之中 便是空性 欲博之相 这欲分成 成绩连分 又观情境 把世间万象 列出来 大致如此 先把这些名乡 做个简单的说明 欲华 你看我们现在这里 讲进的大讲堂 那个讲堂 必定很大了 其他听众 是不是统统容纳 我们不得而知 最起码 佛弟子 1250人 都在里面 这个讲堂 能够容纳千几百人 那这个讲堂 必定很大的 那么因此 这个大讲堂 就是这个 世罗华城的 给孤独人 奇环金社 洞开东方 一般诸解 往往是说 印度的人 修房子 他的门 是向东边开的 也就是说 他的门 大致都是开在东边 所以说 洞开 就是门打开 门打开 门打开 他所对的地方 就是东方 就是东边 差不多都是 坐西 向东 说 那个地方 人建筑 差不多 就是坐西 向东 因此 那么门一打开 这是向东吗 那么 早上 日轮升天 这有名妖 日轮 太阳 太阳必定是 从东边起来的 你看过 从西边起来的吗 没有 太阳 太阳必定是 从东边起来 而这个门正朝东 所以门一打开 天亮 就看到太阳 从东边升起来 往上提升 升起来 太阳一出来 必定就有名妖 这有名妖 这个妖子啊 有些书本 写着光字旁的 有写着光字旁的 药 这里啊 应当要用 日字旁的药 比较正确 怎么说呢 同样是药 这个药啊 日字旁的药 现在书本上 日字旁的药 正值日光的药 正值日光的光明 日光 太阳刚升起来 照出来的光线 就是用这个药子 用日字旁的药子 如果是光字旁的药子啊 那是任何光明 所显现出来的照药 通用的 不是单值日光的药 单值日光的药 是日字旁的药 才是单值日光的药 如果用光字旁的药 那变成是通途的药 不是单值日光的药 当然也可以把日光的药 包含在里面 正用啊 应当用日字旁的药 所以我对于这个字 查证了很多书本啊 那么然后再查这个词典 看他的这个字的说明 尤其这个行音意 他说明这个字 日字旁的药 正是说明日光上升的光明 日光望上升的 照出来的光药 要用这个药 不是用这个光字旁的药 那么由此可见 这个字要日字旁的药 才是正确 光字旁虽然可以用 但是以日字旁为正确 迟大江汤 洞开东方 日轮升天 这有名谣 说明东边太阳上升 就有光明照耀 就有日光 这个经文啊 他看起来都是四个字 一句很整齐的了 有人不这样读 他说印度人开门 不见得一定就是 门就开东边嘛 不过太阳从东边出来 是没有做的了 所以他另外有一个读法 他怎么点呢 怎么读 他说 池大讲堂动开 东方日轮升天 他把它六字读一句 他用这种读法 池大讲堂动开 因为正在讲经嘛 不会把门关起来的 我们不讲经嘛 当然是把讲堂门关起来 现在我们正在讲经嘛 当然门是动开的了 池大讲堂啊 动开 门是动开的 那么门竟然动开嘛 日轮必定是从东边升起来的 东方日轮升天 说明这个日轮 必定是从东边升起来 不会从西边来 也不会从南边北边 东方日轮升天 我觉得读这个书的人啊 他用这种点句 不同的读法 好像他开悟了 很特别 他不跟普通一般的读法 那你认定印度人的门 一定开东方 未必吧 也许有开南边的 现在可以去了 你们大家去看看嘛 看他们的门 是不是一定是往东边开 有些地方恐怕未必就是 开在东边嘛 所以他就把它念成六个字 一句 池大讲堂动开 东方日轮升天 蛮有意思耶 很好 我有的时候读到这里 我也这样这样念 平常都是念成 池大讲堂 动开东方 日轮升天 这有名调 是个这一句 哎 他们改过一个方式读 池大讲堂动开 东方日轮升天 这有名调 蛮好嘛 呃 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个中文的方块字啊 变化无穷啊 变化无穷啊 何复佛法 随时都有可以变化的地方 所以这些文字啊 经文你要读多 常读 多读几遍啊 他会有很多地 很多道理 从里面 呃 他从里面突然之间 发挥出来 呃 不知不觉 可以呃 明白他里面的内涵的道理 所以古人说 熟能生巧 叫读书 读书了 他就有巧妙的变化呀 随时随地都会有所啊 表现 所以 从前读诗书的 每一本书 必定要读到够背 才可以换 有道理的 现在人不拜 不背书了 他们都不背书了 不让你背 呃 他不止约止约的 一直背下去 不背书了 怎么办呢 都不熟 不熟 要用的时候 怎么办呢 再去查笔记啊 回家去查笔记 哎 这句我忘掉了 哎 不晓得怎么讲啊 哎 我我笔记里面有 我回去查笔记 好了 万一那个笔记丢掉了 就没有了 为什么 脑子里面没有啊 脑子里面没有东西 所以完全在笔记里面 那么从前的人读书都要死背 统统背起来了 背起来的他的书统统在脑子里面 背书了他要用的时候 一想就出来了 不必去看笔记 这是古人 单死背 有他的好处 简单人讲句话 哦 我不必背书了 那么死背没有用啊 死背没有用 很多地方就是因为死背 才发生作用 啊 所以因此之故啊 读书 主要的书 还是要读书的 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啊 去 这个 当时那个 道安法师 民国 民国的道安啊 不是东京的道安 道安法师在系纸 进修院 他在教书嘛 我到系纸去看死老的时候 不定会住在进修院 那么有利用这个机会 会去请教 当安法师 他就会说 书是要背 他是现代人啊 他也读现代书 他也学科学 可是他就叫人说 书要背 不背 你不会用 他就就是文字方面说 他就叫人这个读古文贯子啊 他说你最起码在古文贯子里面 选出六十篇 五十篇至六十篇的古文 把它背的滚瓜烂熟 你要学习周文吗 学习周文 你先把古文贯子里面的文章 最起码帮我背五十篇 背五十篇 你把这五十篇的这个古文 都背的滚瓜烂熟了 我随便一点你就会写文章 你都不背 都不背 拿什么东西写啊 子冤你冤不出来嘛 所以他还是叫人要背 他还是叫我要多背书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人 他虽然是现代啊 可是他还是用的古法 要叫人多背书 书背书了 到时就有用 所以古人说 读的唐诗三百首 不会诗人也会诗 如果你能够把唐朝的唐诗 三百首唐诗通通读的够背 就是不会作诗的人 这个时候也会作诗了 因为你把唐诗诗诗诗的滚瓜烂熟过背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熟能生巧啊 自己就会做事 读书要是下死功夫啊 不是那么随便 五六先生他虽然是读书不求神解啊 可是他能够领会他的大概的要义 必定要熟 不熟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愣眼睛吗 你如果天天都把它念 读书了 九二九之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妙用现前了 所以这两句话 慈大讲堂 动开东方 日轮升天 这有名要 他把它读成 慈大讲堂 动开 东方日轮升天 这有名要 很有意思 古书没有标点 现在我们才有标点 从前古书东东没有标点 顶多是旁边圈圈 有的时候圈的也也不多 啊 这里说明第一个东西 第一个事件法 就是天上的月亮有光明 中夜黑月 中夜半夜 半月有的时候没有月亮的时候 就黑洞洞的没有月亮 黑月就是没有月亮的时间 啊 这个什么时候没有月亮啊 月底 啊 月底 例如说是农历的二十九 啊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尤其三十 是不会有月亮 啊 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也没有星星 啊 那完全是漆黑一片 就中夜 就是黑月 说明白天有光明 晚上有有这个天黑 云雾毁明 啊 如果碰到又有云 云层很厚 又有雾 啊 这个雾又很大 毁暗 啊 明然无见 看什么都看不到 尤其这个雾啊 不要不要说是晚上了 雾如果大的时候啊 身手不见五指 哎 我从前住在石头山 石头山到了冬天 春天的前一段 差不多那个雾都很大 早上七八点钟出来下山的时候